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来呢 因为这个神经和脑子出了毛病 长期的病休 非常的可惜 这个今天要介绍一盘棋呢 倒是他的走卖城的棋 也是非常少见的一盘棋 秦宇平的棋号称盾刀 一般的时候呢 他的棋往往都是能坚持到最后的 很少中盘就认输 但是这盘棋呢 他碰上了棋风凶悍的王群 王群是短刀跟他相拨啊 这个在局部战中一下子把他冲垮了 所以短子仅仅的只有九十手 秦宇平就败下阵来 那我们来欣赏这盘棋 这盘棋由秦宇平是可以先行 这是一九九一年的棋 这个那个时候还有人下三三 我看到现在到了这个跨国二十一世纪以后 三三这个棋几乎没有人下了 其实三三这个棋还是很厉害的 这个他先把实力拿到手 你然后跟对手在中府决一死战 也是一种非常有特色的布局 在历史上呢 赵志勋也好 板田荣南也好 都是非常用擅长于用三三的高手 白棋这招小飞很有特点 这个棋本身是正规布局 或者下在这里 或者在进一路下在这里 这个都是成立的下法 这个但是呢 黑棋白棋大概不愿意让黑棋挂到这个 这样下双方太平稳了 这个 所以白棋呢 换一种下法 他不愿意和钱玉平打持久战 走这个 准备呢 如果黑棋抢这个大厂 白棋也抢这边的大厂 这样呢 用大模样来和黑棋对抗 白棋走这个 先把自己的拳头缩回去了 这个钱玉平呢 也不希望对方跟自己拼命 因为钱玉平对自己的后半盘 尤其是关子 技术是非常有信心的 先把这个大厂呢 抢到手 右上脚 双方打一个定势 这个地方呢 我们看到这个 这盘棋完全是符合钱玉平的风格 就是准备和对手打持久战 这边一个小肥手脚 这边一个小肥手脚 这边一个分头 谁也别走出大模样来 这个棋 慢慢的就变 自然就变成西棋了 继续稳健的 脚步前进 这个白棋呢 现在必须要卖大步了 因为这个老是 大家互卖小步 黑棋走在前头 最后一个大厂呢 有可能落到 黑棋的手里 所以白棋一定要 把勤进的步调加快 开拆 这个拆二 打得不得了 如果黑棋抢这边 这个被白棋先手逼一下 下边这个地方 又要飞压 这个白棋下边的模样 可能越来越大 所以 黑棋先抢这个超级大厂 这个白棋扔一个 先是左边扔一个 总好的 右边 防止黑棋一手棋 全围成大模样 白棋现在呢 这两个开拆完了 就算暂时放在这了 这步棋很冷静 先把这个三三加高 然后呢 慢慢的和黑棋违控 再开拆 这个钱宇平的步子 真是实实在在 一步一步向前 这步棋如果不走 被白棋这样逼住 白棋在上方呢 正是就好 变好起来了 所以这个也是 毫无疑问的大厂 白棋手控 这个 也很稳健 这个手控 如果不走 被黑棋打入 那毫无疑问的 全空全破光 这个布局到现在为止 双方走的都很实在 应该说没有出现什么疑问 但是我们看到下一步棋 这个钱宇平的方向 稍稍有误 这叫什么呢 就是攻击方向 这两个子呢 明显是欠证 就是将来肯定要被黑棋攻的 问题是黑棋从哪里攻 感觉上黑棋现在打入这个 好像是正方向 这个打入之后 逼着白棋往天上逃 黑棋就一步一步稳步出头 这个慢慢慢慢的 让这两个子受到威胁 白棋现在还没有办法 一手棋就把他做活 这样黑棋全局的 这个应该是先手效率 还是相当不错的 或者呢 把这个空呢 送给白棋 也是一种下法 飞到这边 远远的威胁这个字 将来准备 走这个 白棋只好接住 黑棋在先手压 白棋基本上还是只好硬 这样呢 以这两个字为背景 要求大吃这个字 看白棋如何处理 这边的白棋 如果去处理的话 处理这边的弱子 黑棋这个打入就变得 加倍的厉害 这也是一种下法 总之 我们说的是正确 正常的攻击方向 或者直接打入 或者飞起来扩张 实战 我们看前一平是走在这 这步棋的方向 有点问题 因为这个白棋 往上面走啊 是没有出路的 这个地方明摆的 等于有这个 先手放在这 白棋往上面走 走不动 这两个已经是先手了 黑棋在这多一个 围这个空 也没什么意思 所以从这个地方攻击 这个星期方向 多少有点问题 白棋现在看到了 这个你既然从这攻过来 我这边跑吧 这个非好奇 叫轻 假如你来冲断 他就给你吃 这个奇说实话 黑棋吃掉这一个子 没什么意思 白棋顺手把中央走走后 这个 出来白棋出来 成空潜力了 这个打入 基本就没有了 所以 黑棋光去吃这一个子 不是什么好办法 拆 这个 又是扎扎实实的 风格 威胁着要这么冲断 要这么吃 这回吃都全是空 但是这步棋呢 还是 有点缓 感觉着还是 是不是走高的还好一点 硬要在这 抢步先手 想办法 这个无论如何 不能让这白棋 这很轻松的 腾落出去 走的第一个好处呢 是这个地方 确确实实全变成木 但是呢 弱点就是 对这个白棋的薄弱环节 冲击不足 因为黑棋这个时候 还是应该想办法 无论如何 这抢一个先手 想办法从这抢出去 这样抢出去之后 把白棋分为两块 这个进行猛攻 这个白棋 还是很累的 这条棋 不是绝对的先手 他被白棋这么一次 黑棋遇到了麻烦 黑棋呢 如果从这冲 白棋从这边退 将来这个地方 眼看着有一个冲断的利用 黑棋在那走不动棋 也不肯在底下补 因为你在底下补棋的时候 白棋这个一封住 这个外尸太完整 这个子人家不要 也不肯在这走 这走被人一冲一走 人家一拐 这个棋马上 全补上了 而且白棋变厚了 实战中 黑棋又厚厚的一接 这几部棋看着好像没什么问题 这个个走的都挺好 但是 没有取得实际的效果 尤其是这个接了以后 你将来再冲的时候 白棋可能不倒 白棋有可能退出去 无论你从哪儿冲 这么冲 他这么接 这么冲 他这么接 一旦你吃不住他的时候 局部黑棋这个木术就损了 所以这个刺 白棋稍稍先手得力 更要紧的是 本来黑棋从这儿飞出去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黑棋 压倒性的攻势 或者攻这边 或者攻这边 怎么现在轮到白棋走了呢 被白棋这么一压 这个钱于平时浑身不舒服 这个地方他 现在他明白了 这个地方出了问题 出了什么问题 就是说 花的手术太多 黑棋假如正常的斑 白棋又长 黑棋再长 白棋居然还能挡住 这个你冲断没什么意思了 已经 因为白棋这个拐还先手 这还有加的问题 这边连也是好起 这个冲断 起不到攻击白棋的作用 这样黑棋光守这个控 帮白棋把这个都走后了 黑棋有问题 所以黑棋这个时候已经不肯搬了 但是这说明黑棋这个局部作战 已经出现了问题 哇强调抢控 希望呢白棋从上面打 黑棋接住 白棋如果接这个 黑棋继续抢控 让白棋飘起来 这个也是一种思路 但是他没有想到这里边 有反击手段 他光想着这一挖 人只能打着他接上 你如果接这个 他断这个 你挡这个他也是断这个 总归让你这个结构很担保 他这黑棋好 趁机在这攻击作战 他没有想到 这个时候白棋居然可以不打 这个 这个说实话 这个是王群起风强的地方 有时候起风强悍就体现在 他走出一些杀手 是对手没有想到的 在底下打 这招棋前雨平是绝对没想到 黑棋这个时候非常不可 白棋居然 把这个接住 这个控要都守住了 黑棋肯定是不对了 白棋这个趁势作战 这个运用的这个战术 叫运用的恰到好处 这几个看着好像散兵线 很危险 但是他把这个控线捞走之后 你怎么收拾着这堆散兵啊 有问题了 假如说你吃这个 他还能逃 这哪受得了 这针子要跑出去之后 黑棋这两个气紧 这个气紧越走越有问题了 如果你单走这个 还还有这个的逃出的可怕手段 白棋现在就算单靠这个 把右边的棋整理整理好 将来也还留着这样的祸患 这都是讨厌的地方 白棋这个再花一手 黑棋如果再花一手 去吃这个 也没什么大不了 这个鸭还先手 这还有刺 所以这个气呢 被白棋这一捞 局部已经 这个黑棋已经很难受了 为了逼迫白棋 把这个子走中 黑棋先打 但是这不先打 是局部的俗手 但是没办法 他为了他单退的话 人家不理他了 黑棋也不可能走这个 走这个 这个被吃掉 这不像棋了 外边这三个 你还吃不掉 这先损了十几二十目 受不了 必须把这个逃出去 白棋先手一长 这要冲断了 黑棋再接 白棋跳 突然之间 我们怎么看到这个地方 这个怎么好像白棋 有反手围攻之势 现在一看 这个刺啊 能先手刺到 是太棒了 没这个刺 先手不断 这边白棋 走不成这种好心 现在黑的这些 子全不是处在 要命的位置上 到时白棋 偷偷的在这 蒸汽了棋形 为了攻击 右边白棋 这个黑棋 正好送空 这个也痛苦 但是没有办法 白棋是有捞的 先捞 管你那边 先收起来再说 等黑棋跳这个时候 白棋再往中间逃 我再把这个 洗出去 这个我们看到 现在白棋这 十几木棋的空啊 几乎是一手棋没花 高效率的 一手棋就围上了 黑棋还是 这个无油角加拆 还是这么点木 但是白棋 突然这多出一块空 这个黑棋的攻击 这块白棋的难度 就加大了 黑棋搬 白棋退 这个棋还不怎么好 空 黑棋先冲 适应手 为什么要先冲 就是说 如果一旦这个地方 被虎住了 你再冲了 没用了 人家退出去了 这就是你吃不着了 现在冲白棋不能退 这个错误太危险了 这边如果出来 这个手段之后 白棋整体有生死问题 现在所以说 冲的时候 它是不能给 它是不能硬给你拼的 只好挡住 但是问题是 光留一个断点呢 这棋好像 黑棋还不够 黑棋 假如说把这个吃掉 这个棋呢 吃的本身并不大 白棋这个地方 把中央投一拐 中央这个地方 白的已经全走畅了 黑棋 只好往左边去逃这边 将来白棋还能继续追击 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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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这个地方 白棋都还有各种各样的利用手段 这作战方向 黑棋叫下的蛮领 白棋这个地方 居然要成 出现成空潜力了 所以黑棋不能一小时大 不敢去吃这个 不敢去吃这个 什么呢 非 先把中央的形势要点抢到 这个钱玉平下的还是很冷静 这个一飞之后啊 中央这个地方 有可能变成黑空 因为这个将来再一飞的话 这口袋阵呢 就完成了 所以这招飞呢 还是形势要点 白棋 这个时候也要想办法 这个时候 白棋说 老了是接 这个是赢不了的 这种接的想法 被黑棋迎头一震过来 这个地方 白棋全便担保 这个棋就算活了 也不行 外边肯定被黑棋撞了铜枪铁壁 而且黑棋可能趁机就下去了 因为这个地方 黑棋一厚 像这种地方 一靠 一扭断 这边要打下去 这边要靠下去 这边要打 或者这边一靠 一扳一扭断 这边要翻出来 那边要翻下去 等等等等 中央黑棋真要厚的时候 你上面那个虚控 不一定守得住 白棋 这地方也要动动脑筋 飞 这招是鬼招 这个 很能想办法 这个也是很阴的一招棋 这个 看着好像是 白棋很被动 这招棋干嘛 就是逃命 但是这招棋 暗服杀机 这个是 这盘棋的这个 精华 妙的地方 中盘作战的时候 就是说 每步棋都要小心 随便哪步棋 你稍微一放松 就有可能遭到对手 致命的还击 这招棋 看着好像 对你没什么伤害啊 我这是要逃命啊 我不让你镇住 我跑还不行吗 实际上里边藏着手段 钱玉平实际上没压 这招肯定是随手 估计连什么时间没用 就上上去了 就想着 你不是逃命吗 我顺手压一下 逼着你逃命 我再去看右边该走什么 这是先手便宜 毫无疑问的先手便宜 所以根本可能就没用时间 这招棋 取败之道也 就没有算算 没想想人家在干嘛 作为结论 这招棋应该在右边补棋 要防止白棋 这个冲出来 这个反击 这个反击太可怕了 黑棋 还是不是 没棋可下 就把这个断吃了就完 让他这个子 断吃了有木 这个反冲 自然就没有了 白棋如果压下来 这个白棋 在这儿乘一点空啊 黑棋完全可以接受 因为这个和 这两个 等于和这个拐过来 有本质的区别 这一拐过来 黑棋在这动不了劲 现在这个已经 黑棋已经先手飞到一下了 即使白棋在压 也不可怕 所以说不管这盘棋 后来谁输谁赢 总是这个时候 要补齐 右边要补 因为这招飞的时候 对右边这些 所有的这个对杀 都有帮助 所以下棋啊 最怕随手棋 以为这招压 是理所当然的先手便宜 忽视了对手的 隐藏实力 人家哪会那么听话啊 你在一压 你这多五木 我这少五木 这个还怎么办 白棋反冲 全局形势顿时一变 我觉得是 白棋这招反冲锋 成立了 为什么成立了 就是因为有这个 假如没这两个 白棋反冲锋 黑棋退出去 无论走什么 白棋都走不出 好结果来 但是妙就妙的 有了这两个交换之后 这招反冲锋 加倍的变得厉害 黑棋这个时候 冷静一点 只能弃子 但是这样很心疼 这被人一吃 你反叫吃 人家一退 这个白棋就地已经活了 你这个空还全被破了 这个目数出入很大 有点心疼 但是呢 说弃了还是本手 这个没有办法 或者黑棋在弃子之前 可以考虑到这一代 反噬白棋的应手 这倒也不失为一策 你如果再花一手 吃我这个 我从这搬下去 说实话 或者从这搬下去 白棋也够呛 黑棋也有代常 如果你在这边 硬一个 黑棋再掉一下 白棋再硬 有两个筋硬 黑棋再从这里退出作战 那个实战结果就完全不一样 所以下棋的时候呢 这个往往叫当局者迷啊 人家一冲的时候 脑子上血往上撞 啊 你这招还敢下 那我还不怎么这么 跟你正面作战 其实 要真要冷静一点 黑棋随便走哪 哪怕走这个走这个 先多一个字 以后对沙就看到 这一线 黑棋无论在什么地方 多一个字 跟这边都有关系 我们来看实战 顽强 但是 过分 白棋再冲 黑棋更挡不住了 这个挡住了 这个被断了 这个 这个地方白棋已经先手下去了 这个右边控全完了 还不说中央几个子的死活 下到这儿只好掩一臂 再退 白棋再冲 这回没退路 黑棋如果再退的话 这个地方白棋 把这个连回去 这个子在人家嘴里 中央这个地方 还是有冲断 这个头 还是在白棋出着的 黑棋 损兵 折将 光得这几个单关有什么用啊 所以这个地方进入了胜负处 非断不可 但是说我们 要回过头来想一想 你要知道这个当初要下生 以后下生这个结果 你凭什么不在这儿先走两个 这一个靠什么之类 让他退 或者他退这个 你这边多两个 好多了和后边的实战 所以这个都是往后 往后边一看就看到了 这个作战是 当初 这个就是完全是意气用事 就没有想到后边 一系列的复杂的对啥变化 所以拿起这儿 学往上一冲 就跟着正面作战了 这段上去说也没看 成不成不管了 但要不成的话 问题这盘棋已经下完了 这个就已经全破掉了 白棋一搬 现在这个字用上了 黑棋只好弯着手出头 白棋把那个一虎 这边的空已经全破光了 这几个 逃起来还特别累 要能逃了倒也罢了 白的还没活呢 你这边硬拐 居然白棋还能搬 我估计这招 钱运营看的也是粗糙 当初以为这一拐 他不能硬了 只能补中央 被这个再给拍回去 这个肯定是黑的好 没想到白的还能搬 白的一顽强 黑的反倒完蛋 你这个时候如果反搬 人家绝对不是退这个 人家一断 这个你进去了 所以下成这个样子再看 这个是要命 现在你想搬这个 也来不及了 白的肯定是反搬 你这个地方连不上 这块棋 气也太紧 吃不到这块白棋 大问题 问题就大了 这个时候 这个黑棋只好 破釜沉舟 硬来 但是这个时候 就是下反的 已经全乱套 这叫枪法大乱 这个没办法 已经被白棋 这个双虎撑住之后 黑棋没路走 白棋往外冲 黑棋一看也没招了 断吧 白棋断掉 这块白棋 意外的气场 黑棋从这里压 白棋就老实退出去 黑棋再压 满以为白棋得补这边的时候 黑棋这么搬出去 或者单冲出去 这还能下 没想到白棋还是退 这地方计算 这个黑棋肯定是出了大问题了 现在把自己弄到绝境去了 这个 这边是 眼看着突不了围 对杀 跟这块对杀 还是跟这块对杀呢 先走这个 白棋就搬 先断开你再说 黑棋也没招了 只好从这冲 寄希望于什么呢 寄希望于你补一个 他再挖这个 再跟你上面拼 但是白棋就老实实把这个后退 你现在挖没有用 你现在挖他可以打这个 你跑的时候 他可以从这弯出压出去 走不动 你现在冲这个也没用 冲这个他才能接这个 你下去以后可以下去 宽不出气了 要命了 这个已经完全被逼到绝路上了 怎么办 只好先从这边杀 白棋接住 黑棋打吃 白棋再接 黑棋这一看 现在一旦要被白棋挖进去 简直就快一气吃了 这个地方 黑棋只好先走这个 尽最大努力 白棋弯 破眼 为了保证眼位 还只好接这个 这些都是 已经是为时以晚的增长 黑棋唯一的希望就是 白棋在这边宽气的时候 黑棋从这里冲下去 你接这个 他从这冲 你挡他冲断再跟你这边作战 但是白棋已经全看清楚所有的变化 白棋把这个气一紧 黑棋一冲 白棋一接 黑棋一搬 白棋一接 黑棋再一看 所有的刀枪都用完了 没办法 双方对杀 白棋快一气 杀死黑棋 到此钱宇平只好投资人数 今天这般棋呢 就请大家欣赏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